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不高興邀請到行政院真理堂 因為過去在 我看過很多他的相關報導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太有趣的人了 那我希望我們中心修行這一個課可以 比較活潑一點 比較有趣一點 然後我也知道 因為我看他的幾篇報導 然後他每天有句也提到說 如果是上學來要他都不會進去 然後我聽了就 我看到那個報導我就很興奮 我立刻到行政院的信箱去寫詞 然後我跟那個我們的哲大老師說 欸我邀了堂荒嗎 然後還不相信 他說你是怎麼邀到的 他暗示著我是通過什麼奇怪的關係 我說沒有 我就是到行政院的信箱去寫而已 他們就自動幫我轉到他的距離那邊 然後我們就開始暗哭 然後真的是非常高興 就是說 我相信他的工作任務什麼一定很棒 那尤其最近就剛選舉王 公投王 然後到處愛叛的愛叛 然後算贓的上贓 然後那個 努力的鼓勵安慰的安慰 然後那個療傷的療傷 其實我相信在指示民間大家都很棒 那我想我們的中藏社會大會也很棒 那在這個時間點上他還來到大老遠來到我們城道 真的是非常感謝他 那我也注意到說他的演講方式是讓他有問題的 所以同學要把握這個機會 就是問你想知道的 然後他會盡量的活動 那我們用很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好不好 謝謝老師 大家非常熱情 已經有57個問題了 那所以因為有陸續到的同時 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這次我的演講完全是由大家的問題所決定 那所以如果到從現在開始到5點鐘 任何這個問題都可以往上面放 那你可以用QR Code 或者是Slido來看輸入00123 那按讚的數量越多的 你又會跑到上面 那越新的問題 他再提到一個最新問題 那隨時大家還是可以舉手直接發揚 那如果到5點我就這個 沒有辦法回答完所有的問題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回答完 那就對排名比較後面的這個問題說抱歉 那如果這個5點之前 我竟然回答完了 有任何新的問題我們都會提到結束 我這種事情好像沒有發生過 所以大概也沒有辦法會發生 對這次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目前排名第一名有29位的朋友 問說上次請什麼合理觀音 遠一點點 相解好 我不懂 其實我也不懂這個問題 OK 這個相信這個需要這個You have to be there 要在場才能夠了解這個問題 好 那這是示範 就是說我回答那個問題之後 我就把它這個archive起來 然後有時親友朋友表示 這個終於請來一位想看一個演講者 我想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行政院大概這兩年以來 我沒有拍一個大概三分鐘的短片 那大致解釋一下我們在行政院的工作 那所以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一邊發揚 然後大家一邊有想到什麼 跟我工作有關無關的 我們大概都可以去提問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四個小時 這個帳篷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將軍 有了 這些平衡人 這些平衡人 是專門針對這些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知道這個更難的根據 我其實本來預期的是我應該打很多關 這方面你給我一兩百萬的東西用它 所以感受這麼大的信息 我覺得有這個路徑是很棒的機會 我們跟民眾一起寫作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你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 我覺得是有一個正向的關係 是有一個人來自一個國家 去解釋自己的程度 是有一個人嗎 是的 這就是有一個非常自由的 因為 台灣的社會創新能夠茁壯 累積點在於行政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中間的互行與協力 剛開始是一個情緒有美女女子 那想要用美女女子的模式 來設立一個屬於有些公司 這部隊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的光景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了一個大路 對今天我們在做新康做設計 這些的民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road 對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是想要了解社會企業 是什麼概略社會企業 他們真的想要了解社會企業 都是先要設計紫廈 這設計的這個床 一直合作 共同來 讓他們各種設計之類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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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歐人員好像 他們其實想想那些人生意跟相關的生意 就繼續打到哲學期了 你們的問題會改善就是 看到這些哲學生意帶到這種程度 幫他們協助幫我們一起進度 讓你們一起做分配就可以 找到一個最高級的生意的時候就變得更好 如果覺得這個網站滿用 如果覺得它不錯 才買就對了 來的話你就有辦法改變這些東西 我現在帶在影片上人好 我們身上年好大概都是17種顏色 就是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的 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萬惡全世界大概有100多萬人 希望在2030年看到一個怎麼樣子的世界 那就100多萬個生意碼 然後就凝聚成169項的共同目標 那因為100多項實在是大家都記不住 所以就分成17個不同的分類 那所以這17個顏色 我們現在就在社會傳情情動方案裡面 不管是上市公司它的公益報告 或者是大學在做社會責任USR 或者是我們做社會企業或任何其他的 只要是跟公共利益有關係的事情 那現在就是用這17個不同的顏色來共用這樣一個所以 那在世界上也比較容易去 就是跟其他國家的朋友們分享我們的工作 那所以大概就是目前的工作人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大家問的問題跟這個都不需要有關係 有2012的朋友想要知道說 除了閱聽人本身提升素養之外 我們應該如何降低這個假新聞的影響 我或自己當然是覺得不會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就是同名意識字 就是有些人看到假新聞想到的是 它明明不是新聞假冒前新聞 有些人看到假新聞想到是一個新聞的 它內容不是真的 那甚至像我之前我跟立太平市長分枕有一次座談的時候 他說他覺得這兩個不是假新聞 他覺得記者辛辛苦苦寶寫了一篇報導 然後編輯下一個完全不同的標題 所謂標題殺人 他認為這才是假新聞而且還關記者的名字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因為沒有一個操作型定義 我剛剛講的這三種是互相不重別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字是在基金政府裡面 我們沒有使用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很明確的定義 但這不表示說 沒有就是不實資訊 或者說我們現在說假訊息等等 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是透過三個不同的層級的做法 一個是說當一個訊息它在網路上面傳的時候 其實重點並不是這個誰在傳 而是這個訊息本身它的傳染力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大家用的手機螢幕比較小 那往往一看了之後就一分天一 然後來不及看完然後就已經按轉傳 所以未看先轉未看先對 都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它只要一有感染力 它馬上就會轉傳 它不需要去試試查核 所以它不需要去知道說是真的假的 事實上是看到它有一個機器 它在一個光手提開 為一個共同的一個憤怒的 或者是就是不舒服的情緒的話 反而它轉傳的是更快 所以像這樣子的訊息的轉傳 是全球共同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它就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是讓社會的互信 在之前在網路上面信任很容易 在現在的這個狀態裡面 現在的這個狀態裡面 反而就是信任很容易被摧毀 那就是大家本來覺得說 這個聊得還不錯的朋友啊 然後就為什麼要轉這種東西 然後就解除好友之類 這都是非常常見的狀況 所以不只是政府部門 而是社會各部門中間的互信 都受到這樣子的迫及 那當然這個在台灣的這個狀況 是特別的就是自由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們是在我們這個周邊 甚至是到非洲 所謂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還在擴張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旁邊的 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大概如果不是縮緊 那就是幾乎都完全沒有在擴張 所以我們其實是唯一的 你若選亞洲再選 這個完全開放的話 那只有台灣是完全開放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怎麼就是 像剛剛就位朋友問的說 當然媒體試讀 就是每一個人自己 哪裏裝一些抗體 就是看到東西 可以問一下是真的假的 這個答案才是製本的方法 但是呢有沒有什麼製標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是有一整套製標的方法 一個是說我們是即時的去澄清 那像行政院我們在早上大家看到一個在傳的謠言的時候 那四個小時之內大概到中午的時候 行政院的相關部會就會把我們眼中看到的世界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這個是一個成一個大家不要好像即時戰略遊戲那個習慣 可以是一個回合制的習慣 所以說習慣說大概四小時回合到下一個回合 我們這邊一定會有一個平衡 會一個澄清出來 那當然第二個是說如果我們中間有一個gap 就是說我們沒有觀察到說 有某個謠言在傳的話 那這當然中間蓄意的就是故意的虛假的危害的這些消息 就會有機可乘 它甚至就是會escalate 就是慢慢病毒嘛 它會這個突變 那它會突變成一個讓人就是特別會去做一些方法的事情的品種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一方面是說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來找我 那這個其實就是剛才老師也有講 就是其實完全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啊 管道啊什麼之類的 任何人他只要 他就可以直接寫一封信就可以找到我 那我盡量二四小時都會回 那或者是說這是我辦公室 那是在台北空總旁邊 然後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在社創中心 其實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都在這個地方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直接找我聊天 當然醫療的記錄會公開上網 也不一定要是人 那這種自駕車也是可以來找我聊天的 那對我的意思是說 是一個很容易被找到 然後很快回應的這樣的情況 其實自然的謠言就很難去自找 何況我自己還會跑去PTT啊 或者跑去其他地方回我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那你就每個禮拜 就會約出來看電影打電影和什麼 那你聽到關於他的謠言 你就比較不會直接轉傳 你就會想說 那我下次見面跟他確認一下 但如果這位朋友 他三個月才見你一次面 講話都是很拔骨的 然後你上次 只是問他的東西 他忘掉一半 那這樣當然這個謠言 如果要自找 也就是很難去怪別人 所以我們自己的這種快速的回應 以及很容易讓人找得到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當然 就是我們讓人找得到一個前提啊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大家想要這個找的是什麼事情 或者大家在傳的是什麼 那這個就很困難 因為現在大家大概都是用點對點加密的系統 而比方說LINE 那在LINE上面就很困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Google 或是用搜尋引擎 來知道說現在大家到底在傳什麼謠言 因為LINE是就是秘密通訊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只能靠 當年我們在解決 像垃圾詐騙郵件的時候的同一個方法 垃圾詐騙郵件在2000年的時候 曾經非常流行過 就是你動不動 我們那時候信箱都會接到說 比如說我是奈吉利亞 有什麼王子還是公主啊 有什麼這個七百萬元啊 要揮到你的戶頭啊 什麼之類的 那有一陣子 大家都覺得說 記email不用成等 然後就要被垃圾有些淹沒了 email好像是即將這個 反正現在對這個假訊息講的 當年都有人對email講過啊 國家一定要這個嚴加立法啊 什麼之類 那但是後來我們怎麼解決垃圾詐騙郵件問題呢 我們解決方法並不只是立法 雖然也有一定的憲法 但是主要的就是大家有一個檢舉 垃圾詐騙郵件的一個方法 那當地檢舉之後 大家就會到一個國際的一個 很透明的運作的組織 叫spanhouse 那它會找到這些 垃圾詐騙郵件的特徵池 然後這個特徵池一旦被發現之後 那它在接下來就是 它要送信給別人的時候 它的難度就增加 它就比較難觸及到人 那等到每一步讓它的cost 就讓它的成本增加 然後它預期的收益減少 到某個程度 它就不如去用電話去做詐騙 然後就會這個 email就沒有人用來詐騙了 那這個是我們當年怎麼解決 email詐騙的問題 所以同樣的在LINE上面 也有一個公民社會 並不是政府出錢出人 而是公民社會自己組成的 兩個主要的 跟當年的就是 詐騙郵件子有件事一樣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把它加做一個LINE的好友 那它就會 你就會一個好朋友 叫做真的假的 那當時這個 為什麼有人要開發這個 就是因為他發現他的長輩 覺得Internet就是LINE LINE就是Internet 也就是說當他在群組上面傳一些 看起來就是很 就是不太可信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應該去Google啊 Google就會找到什麼什麼 然後他長輩就說什麼是Google 他不知道怎麼樣去Google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就發現說 不要把長輩帶到Google 不要把Google帶到長輩這邊 所以就是說他就開發了像一個機器人 讓他可以很容易的去 你看到一個訊息要轉給他 然後就是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會馬上回應你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個後面當然就是跟Span House也是一樣 是一群志工 然後他們並沒有特別這個性別騎士 每次來這個網頁就會就是 就是你妹啊 你弟啊 這個你爸你媽啊 什麼都會有 對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目前台灣最紅的網頁大概是哪些 我其實不常回來看這個網頁 因為有精神誤然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因為要跟大家DEMO 所以我們就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大家最紅的是什麼 臉書遊行的測驗 一條領帶舊心機感色 之類之類 全高雄同步提供每加兩百分之以來 那所以這邊就是目前這個最流行的 不過就是當然就是說 這只是說它在流行 這並不是說它一定是錯的 好比上說這個是正確的 它只能有在法集團 就是我們現在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些形式的哪一些訊息 在這邊是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有一些就是 積極查核的這個方法 那它的重點其實並不是 完全只是說 讓大家看到目前最紅的 在LINE裡面的留言是什麼 或是不要停太久 不然真的會精神誤然 而且它的重點是說 你要每一個現在正在實驗中的 它還沒有真的突變成 就是能夠大規模流行的 這些心靈的病毒 都還在它 毒性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就每一個就有一個網址 那每一個有一個網址 那每一個有一個網址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它可以變成一個 就是好像透明的 就是社會物件 大家可以繞著它 來進行討論 那在大家可以繞著它 進行討論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疫苗就是毒性比較弱的病毒 然後我們自己接種了嘛 所以之後 你再看到類似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好像未看先轉 因為你已經看過了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呢 它就會接上另外一個民間發起的 也不是政府出資或者支援的 叫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TFC 那TFC就是一群這個 德高網中的媒體前輩們組成的 那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去 在真的假的 跟類似的這些來源裡面 去看目前最流行的 謠言是哪些 然後呢 他們就會運用這個 調查報導的這個技巧 去實際的告訴大家說 OK 我們了解到現在這個很紅 然後這個非常多人在傳 那但是它事實上的爭執點 是哪幾個 然後我們有問過了哪些人 那這些人他給了我們什麼意見 也就是他不是只是告訴你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簡單的說明 但是把整個調查報導 這個過程 查證的過程 都分享給大家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他這樣子出一個事實查核報告 然後說這件事情就是錯誤的 那這件事情呢 他在接回 就像我剛剛說 我們就是Spot House 會接回像Gmail啊 Hotmail啊 Outlook啊 等等這些地方一樣 這個在接回 我們會選一些大的平台 然後比像說 像Facebook 在明年大概1月或2月的時候 就會直接把這個 接回他們的演算法裡面 那因為他們承認說 這樣子TFC 它是國際上面的事實查核 網路的一個情緣 它的資金來源 運作方式都是透明的 超微大快的 所以Facebook就說 好那你只要查證是錯誤的東西 我在Facebook上面 我就不會再去傳播它 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東西有人再轉傳的時候 除非他的朋友只有一個朋友 那這樣還是會看到 那但是除非這樣子的情況下 只要他還有別的朋友 大概就看不到了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很有效的去把 就是還沒有到達犯罪程度 但是其實已經明顯不實 然後會導致就是激化的 等等這些東西 有一個很具體的讓大家 來參考說 到底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等等的情況 所以就是重新ITER一下 就是說一方面 我們快速的自己去回應 那第二方面 我們靠真的假的 這樣子一些方法 讓大家自己把 目前自在流傳的這些謠言 能夠碰到公民的公開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在演算法上面 去把這些東西 接到一些就是公眾平台上面 那當然不表示說 這個這樣子就是高枕無憂了 事實上這些都是媒體試圖的素材 那最後還是要大家在 取得資訊的時候 是帶著一種批判思考的一種態度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降低它的影響 當然就是網坡電視等等這些部分 也都有在處理 那每一次我到不同的學校 就會接到像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這個顯然主宿 不是我可以處理的 像我去中山的時候 他們就問說 為什麼學校一直拖掉 我們的摩托車 那這個我就覺得 我怎麼給大家這種問題 對 那所以這位朋友是問說 教授到第二條就是說 想辦法改善上下課排隊的問題 可以幫我問他想到了沒嗎 QQ 所以這個教授 可能可以自己學天標回應 我可能就只拿Archive起來 然後有三三位朋友們 想應這位公投反指標的朋友 說這次選舉公投邊開票邊投票的世界奇觀 新世界奇觀 身為資訊科技進步國家 是否該推動投票的過程一化 確實 就是說現在的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這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投票的那個體驗真的很好 就是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開票的體驗 就是選務人員 選務人員很多人啊 他們的體驗事實上更早 很多在台北都要到半夜才能夠回家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我們 往事未來能不能流出那麼多選務人員 可能構成問題 那所以這兩個都是需要改善的 那其實就在就是我們 我記得我當天是下午4點 到行政院跟院長一起看開票 我們大概到4點半就發現 就有派對的情況 然後之後馬上就想到說 欸對齁這樣子會有 就是一些投票所已經投了在開 然後另外一些投票都在投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討論說 可以怎麼樣來增進這樣子的體驗 那大概中選會 因為他是獨立機關 不是我獨到的 我只是出一些意見而已 所以他們一個月之後 會有一份檢討報告 那裡面有一些段落啦 就是像之前的中選會主委 就是劉宇舟主委 其實已經有跟政大選聯合作 有去研擬 然後包含電子投票跟電子機票 這兩個部分的事情 那電子投票 他們當時在實驗的時候 是用觸控營的 那即使是好比像說 市場的朋友或其他的帳點 也都可以有可能一個 無障礙專用的一個通道 然後那個機器可以去輔助他 就是順利的完成投票 那但是還是不破壞投票的秘密性 最後還是印出一張紙本的票來 那所以他只是幫助你快速的完成 可能按幾下 然後就出一張紙本的公投的所有的票 就這樣一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需要各方的性分 所以我們在投人的 就是選人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不會導入這個基礎 至少下一次也不會導入這個基礎 因為那需要各黨派的數學家 都能夠回去說服他們的當選人 但是公投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公投是有可能的 這個他們正在評估 那另外一方面 無論是不是電子投票 都可以去想電子計票 就是說因為你無論如何出來 就是這樣一個一張卡 那肯定有好幾個 這個是否是否是否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我們現在像點超級 這種光學電票的技術 是已經非常的就是 就是非常的不會出什麼問題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 那可能會有這個乳幣啊 或怎麼樣 因為它沒有聯網路 這些都是沒有聯網路的 就是因為它這個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我們隨機抽樣 然後人工計一次 機器計一次 確保它沒有跑掉 那或者甚至如果真的後來 事後發現了一些問題的話 那你回去再用人工去點那些票 那些票都還在 並沒有消失 所以它只是讓選務人員 可以不需要到半夜才下班 它可以可能五點之後 或六點就可以下班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讓人 可以當選務人員 也是很容易 這個忽略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選務人員的素質 以及他們即時反應的這個能力 決定我們投票的體驗嘛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中選會 目前還正在就是進行 詳細的比較法跟研究跟調查等等 但是這些部分我想就是 下次工作的時候一定不會想 現在這次這個派對 就是開到這個 就是很誇張的這個程度 所以投票過程一化 當然最重要還是 社會彼此之間信任 那電子投票跟電子計票 是可以分開測試或者分開看待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電子計票 然後有各種疑慮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各種密碼學的方法 像如果有密碼學的 之前有來找我的數學家叫做 Daddy Chong 他有做一個叫做Scan Integrity 就是Scan Integrity 那他就是說你勾完之後 有點像是用一個檸檬皮 還是什麼畫了 只是失溫 否之後會出現一組 這個獨一無二的書籍 那你回去之後就可以在網路上確認說 你那一條也被算進去 但是有沒有破壞掉你靈性等等 這些有些密碼學方法解決 那不是說就要用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每一個疑慮 大概之前都已經有人在想過 我們在公投這樣子一個 比較沒有這個黨派或者是人 或者是太大的人之後 那些人就會回來改公投法 這些問題的情況下 也許可以先去做測試 但是選人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是繼續用本來的值本 因為大家對這個的互信 是比較容易建立的 有三十二片我們會問說 那MED假新聞應該如何應對 根據臉書人的算法 同文層的言論很難突破 而散播假新聞 這是不是應該要受到承見 那這是兩個問題其實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突破同文層的方法 非常容易 也推進給大家 我就是裝了一個叫做 Newsfeed 我已經用了兩年多了 這非常好用 這個裝了之後 這個心情就變好了 那 對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就是把你的臉書的牆面整個都清空 清空之後 它會換成一句 立志格言 好像這個應該是阿德樂 這個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就這樣 它就單純了一個功能而已 對 那有Safari Chrome 跟Firefox的版本 好像也有Mogo的版本 歡迎大家告訴大家 那我為什麼要裝這樣的一個東西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直接讓同文層消失 因為Facebook上面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說intentional的 就是你想到一個人去看他的頭髮 想到一個專業去看那個專業 想到一個活動參加活動 想要看一場直播點看那個直播 想要跟一個人聊天打開messager 那這個都是你一點了之後 你已經心裡有預期要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東西 那個想像的主控權 是掌握在你自己身上的 這就跟瀏覽器的用法是一樣的 但是呢 臉書裡面那個feed的部分 它是反過來的 就是說它對未來的想像是掌握在演算法身上的 那它是一個看你絕對有沒有幫助 你又有幫助就是共生的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寄生的人工智慧 那它的存在完全就是 為了要讓我留在臉書上的時間久一點 那它沒有什麼別的存在的生命的意義 那這個AI的就是完全就是 它有TFT function 就是把我留在臉書上久一點 那所以說它當然有很多signal 就是我看了什麼 停了哪裡 哪裡按讚 哪裡按愛心呢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事實上 它對我這個個人的well being 就是它對我的健康 啊 不管是心理健康還是什麼 其實都不在意 因為那個AI它在意的就是 我要在臉書上停業走越好 那所以其實它的 就是UTFT function 跟我的UTFT function 其實是互持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完全把它當掉 那這件事情在以前就是 網信網路廣告 還沒有這個一個業界公認的標準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是直接裝廣告主張器 像AD blocker啊 new blocker啊 這些非常多blocker嘛 那這是一樣的道理 或者是像之前email這個spunk cost 還沒有完全做成之前 那我們都是自己在就是 收件的這個用戶端 去裝span assassin 這些就是 也是打垃圾郵件的這種 用戶端的工具 所以在伺服器呢 有點還沒有解決之前 用戶端的工具可以先走 所以當臉書還沒有完全 轉型成社會企業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先在用戶端去 裝這樣子的一種 心靈的護盾這樣子 那裝了之後其實你會發現說 所有上癮的行為都消失了 臉書還是很有很有作用 我還是在上面寫網誌 然後我就在上面關心這個一些議題啊 但是我關心的時候 就是直接用hashtag 或直接用關鍵字去找 我就不會是 只看我的朋友的文章 也不會是用AI來決定 我每天的想像力要往哪邊去發揮這樣 所以這個推薦newsb eradicate 那另外就是說 散播這個就是 故意散播不實訊息 然後造成社會危害 是不是應該受到承見 確實目前其實已經有這個法律來 管這件事情並不是沒有啊 像這個恐嚇公眾 或者意圖使能不當選 或者是在傳染病的時候 去散播傳染病的這些 不實的造成公共危害 所謂的惡假害嘛 就是故意不實危害 那這三個要件 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法律 那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另外一個法律有一個不同的主管機關 有些主管機關會覺得說 在網路方面做這些事情 好像不是他們應該要管的 但是台灣也沒有一個網路的主管機關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說 同樣的事情 你在現實世界裡面 哪個大聲公眾會被撞去與關 那但是在網路上做 反而沒有法則 的這樣子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在接下來應該快要三讀的 這個社會通訊傳播法裡面 會有一個橋接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已經可以看我們的就是文匯寫導版 那它裡面就是有當你侵害到權力的時候 那個人可以去主張 那當然它還是要提高 最後還是要移送啊 司法成員等等 但它就是去說 在網路上做的任何事情 它有一個相對應的 現實世界的事情 那是適用相同的法則的 那這件事情並不是因為說 你在網路上做就可以免責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目前是透過一個 調節法的方式 那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並不是事前審查 就是並沒有影響到言論自由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不是為了網路上面做任何事情 去定任何法則 而是說你同樣的事情 到現實世界哪個大成功做 還是相同的法則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橋接的概念 並不是一個專門針對網路的一個概念 大概是這樣 那有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對功夫本身有牽扯到違背憲法界 是按這樣子中選會的人 讓他通過這樣子有什麼看法 我不當然覺得說 因為中選會他本來的那個 公投生意委員的那一個機制 就是在上次公投法修法的時候 被拿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發現說 那中選會就是 當然以前也被說這個 那我提的明明滅文 現在是卻被戳掉了 這個也是有了 所以是有點過猶不及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中選會還是可以做更積極一點的事情 其實中選會自己也有講 就是說在國際上面 我們像瑞士這些地方 從一個公投提出來 然後到正反雙方 或者是多方進行交談 然後慢慢聚焦等等 它是經過一段比較長的討論期 那我們這次中選會很可能 因為真的案件太多 那他們在所謂的電視辯論上面 也只能做到說 確保正單方的秒數一樣 那這個其實並不是guarantee的討論品質 那它也是發生的時間會比較短 那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有可能說 我們讓那個討論期延長 然後讓大家變成不是說 好像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就已經是就是 就是雙重否定 或者怎麼樣的那個情況 而是說可以比較很確實的 把那個主人變成是 第一個大家都有共同的想像 不會說進去蓋的時候 每個人腦裡是不同的平行世界 然後第二個是說 它裡面的就是核心違憲的這個部分 有一個比較緊的公眾討論期 不是只是單純的幾次 這個只是意見發表的一個會議 所以這個部分 以我的理解 中選會也有在想要在 現有的公佈法裡面去改善 那主要是延長討論期這件事情 會去跟綁大選 要在多少時間內綁大選 那個啟程會有點衝到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想說 那是不是一定要綁大選 或者是可以再綁下一次的大選 或怎麼樣 這個他們現在也正在想 但是我覺得 要有更充足的討論 不管是核心違憲 以及它的實質效力 有的時候它是創制 它比較沒有核心的問題 但是它的實質效力到底多強 這個也是需要更精細的討論 那這些我們在這一次 它充足討論的質量跟時間 都有非常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這是我的看法 有34非常想問說的 都是在哪一家髮廊做造型 我是在一家叫做好剪裁 社會企業 那 欸不錯 大家好 這個第二名就是好剪裁 那OK 好剪裁是一家社會企業 然後它是非常文情的一家髮廊 那它在進去之後 就是不但環境非常的舒適優雅 而且還可以喝像這股木啤酒啊 等等的這些 還有文靜的飲料 然後還有這個 有機的冰淇淋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我去那邊撿頭髮 並不是只是因為它氣氛好 這個等貓妹 然後顯然就是視覺設計也做得不錯而已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社會企業 那它是社會企業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它會告訴不管它的厲害關係還是客人啊 或者是就是它的員工啊 或者是即將投入法醫的年輕人啊 或者是說它像它有做一些異檢啊 像是新住民啊 或者一家者啊 或者是這些就是不用付錢 但是它要講出它的故事 等用故事來換檢頭髮啊 等等的這些活動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一方面是促進說 整個社區的連帶嘛 就是大家更聯繫上彼此 然後而且大家對於髮型藝術 髮型創作這個社會地位也可以因此提高 家長也可以比較放心這個 就是小孩跑去這邊工作等等 那所以這一整套都是 當時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幫我洗頭髮那位設計師長的 然後他說他投履歷就投這一家 所以表示社會使命還是有點用 因為他就覺得說那這一家 他的比較有點像做事的精神啊 就是說它有一個很明確的 參與決策的可能性 然後有一個很有系統的這個學習的領程 然後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會一直幫 像好剪裁啊 或者我保養就是用玉藤生機啊 或什麼之類的這些 社會企業做廣告就是因為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其實你可以 有環境目的或者你有社會目的 但是這個環境或社會目的 可以幫你留住比較好創造你的員工 然後也可以去 deliver 比較好的就是價值主張 那有這個價值主張的話 那其實margin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就不需要去用這個 做慈善的這個情況來想事情 而是說用這個正規的營運模式 那在這個營運模式裡面 同時又對社會 對環境時間好適合 好那有33位朋友們都認為說 這個大家問題刷很快 這33位朋友都集體說 這是33位朋友沒有講 應該不會被發現 好那這個但是大家還是發現了 這真的很不好意思 OK好 那有3位朋友們說 有一位機械詩人說 有在關注文員臉書的網址 以下的人永遠會發現 有出現一種烈野攻擊 好奇文員面對一些抹黑或自我調適 你現場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思緒國際都很流暢 有什麼訣竅來提升表達能力 OK那大概就是兩個問題了 不過這兩個問題就分別回答 一個是說其實我看到就是任何文字 我都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我完全沒有辦法被這個挑起憤怒 或者不舒服或怎麼樣的情緒 那這個是有一個訣竅 大家可能已經聽我講過 叫做精神按摩 那精神按摩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些刺眼的這些東西 都當作是就是按摩嘛 就是會按到一些痛點 就是痠啊這些不舒服的地方 那按到的時候你就知道說 這是心理的阻抗 心理學教resistance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是一個你消解這個阻抗的機會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任何時候只要看到一個 讓我想要翻桌或砸電腦的這個字眼 其實現在已經都沒有了 以前我看到了讓我想要翻桌或想砸電腦的字眼 那這是一個視覺刺激嘛 那我就先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呢就再馬上創造出另外一個這個別的感官的刺激 會比方說放好聽的音樂 而且是要第一次聽的 沒有聽過的 或者是說去泡一杯好喝的茶 那可能用之前沒有重泡過的一個杯子 或什麼樣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說總是創造一些 不是視覺的 新的好的經驗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是所謂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說因為大腦啊 它接受不同的摩大摩體 不同模態的刺激 那都是新的時候 就會形成然後裡面的association 就是連結 那如果那天晚上 你又有就是睡過 我有睡過八小時的話 那這個連結就會寫進長期記憶 那等它寫進長期記憶之後 我下次再看到同樣的字眼 我想到的就是上次那個很舒服的感覺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 我不管看到什麼都很舒服 這樣 所以這是一種就是有意識的精神按摩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在網路上面 會需要PO這樣子的一些 就是比較白目的朋友們 他們想要的其實也不過就是注意力而已 就是在現實社會裡面 這個比較沒有這個就是 它沒有就是親密的關係啊 或者也沒有人給它擁抱啊 或怎麼樣啊 所以它只好到網路上面來 來就是吸收注意力 但是問題就是它吸收到的注意力 都是transactional 就是說每一次都不一樣 它是每個地方 這個踢館啊 激怒人啊 也許可以獲得一些注意力 可是每次都是不同的短期關係 那這種transactional的方式就是 就是交易式的注意力 其實是吃不飽的 那就是有點像垃圾食物這樣 是沒有營養的 那所以它隔天醒來還是很恐虛 然後就再找一個板去鬧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沒有辦法培養長期的關係 那但是 因為我都不會不舒服 所以我其實不會去回 任何那些不舒服的東西 那而是說 我會用一種比較幽默的 或者是挑裡面兩三個 看起來有建設性的字 然後專門去回那些字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第一個 旁觀者都可以看到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能獲得注意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他也發現說 他只有有建設性的東西 他才能獲得注意力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慢慢他就會願意去 分享更多有建設性的 他個人的這個見解 那這個就是所謂擁抱小白 是一整套做法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現場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訣竅 來提升表達能力 其實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多練這事了 就像剛剛講的 任何學校來 要我來演招 都是來者不拒 那問題非常多嘛 所以一百九十一個問題 我大概也不可能都回答完 但是我每個都會看過 所以這也是讓我 就是馬上知道說 現在大家最關注的事情 是什麼 的一個方法 那反過來講 就是說 這是讓大家在聽很長的演講的時候 比較不會感到無聊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說 如果坐在台下 大概像現在已經到第四十分鐘了 其實都會忍不住想要按個什麼東西 讚的衝動 或者是說 忍不住想要滑一下什麼東西的衝動 這個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那但是 因為一開始就是用slider的方式 把各位的手機 你整收過來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按讚的衝動 PO點什麼東西的衝動 滑點手機的衝動 都可以去聚焦在這個 共同的討論的主題上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主題 我就可以放在各位身上 而不是放在這個 就是簡報啊 朋友控制啊等等這些身上 那這個時候其實才是提升表達能力 因為表達一定有一個表達的對象 那當你在對著像這樣子的 實質的問題 在進行思考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非常能夠讓思路 越走越靈活的 那反過來講 如果是像背書一樣 就是每次都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管你的對象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 當然表達能力就會受到局限 因為你不會就是 即時的透過在什麼狀態 去通到自己的狀態 所以就是 同樣的就是不是transaction 不是交易式的關係 而是長期的long term的關係的時候 這樣子就比較容易去讓這個表達 是有一個受狀 可以按照實際的情緒狀態 去調整我的這個情緒狀態 有36位朋友問說 請問講者的主題如果太爛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學生可以公投決定 少寫一篇心得 那當然slider也是有投票的功能 但是這個投票拘束 我之前是沒有取得 所以就算我現在開了投票功能 好像也沒有辦法來這個 就是約束這個校方 讓大家少寫一篇心得 所以沒有拘束力的事情 那就是諮詢性的公投 諮詢性的公投 當然也是有它的價值 那件事情 沒有必要辦 所以就是我 我並沒有事先取得 這樣子的拘束力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提案 是或許可以跟 接下來的獎者 進行靠分 他沒有什麼啞鈴 我就不說了 OK好 那有33萬朋友們問說 這個什麼時候要請這個投票 市長來分享他的心得 那這個應該是對於這邊的 這個一個具體建議 那我想你也可以直接寫信到 時尚性箱 那我們就可以期待 他什麼時候來演戰 好 有在新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觀音媽祖跟大海的心得 要怎麼寫 大家要招一下 那這個顯然又是一個 我不懂的梗 是不是這個 這邊有什麼閱讀測驗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是上上一週的鐵甲題 OK好 了解 真的 他上面有什麼 太有幫助了 OK 那這個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聽上一週的演講 Guess I have to be there 那所以 因為我沒有聽上一週演講 所以大概也很難分享 只要怎麼樣寫上一週演講的心得 不過我想一般性的來講 就是說 通常我自己寫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如果看一整片空白的東西 我其實是寫不出來的 所以我通常的做法就是 通常是睡前 但是都可以 任何時候都可以 就是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拿一個錄音機 然後就想到什麼講什麼 那想到什麼講什麼之後 那再透過一些 如果你的錄音品質夠好的話 現在其實有一些 就是聲音自動辨識的一些方法 手機大概都有 那就是把它轉成為自告 那轉成為自告之後 再一次醒來之後 去看到這些聯想 隨想之類 所以挑裡面 這個你覺得 比較自我一致 比較不自我矛盾的段落 作為大綱 然後在每一個部分 展開成二三十字 那其實心得就寫完了 我自己要寫比較中篇的東西的時候 都是這樣做的 不一定是每個人的寫作習慣 就是 稍微跟大家分享 有三十二朋友 想要知道說 如果看來某些YouTuber的偏差價值觀 對於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那這個是非常有 能夠拉到票的一個題目 因為它既沒有講是什麼YouTuber 也沒有講哪些偏差價值觀 只是很標準的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腦補 這個進去的這樣一種題目 在網路上 這樣子的題目 就是我最會傳的 那但是因為我不知道 這三十六個人覺得 哪些YouTuber有哪些偏差價值觀 所以我就只能泛泛的講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在教青少年媒體視頻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會去引導他去看說 為什麼人家要這樣講 為什麼他要派出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我有 就是長期有翻譯一個作者的 互動式遊戲 他叫做Nikki Case Nikki Case 他其實非常關注這個題目 就是媒體素揚 媒體視督等等的 就是如何不讓大家這個被影響 那可能比較有名的是信任的演化 就是跟大家一起投金幣 然後去看說長期下來 信任要怎麼樣彼此演化出來 要這個彼此寬容之內 那這個也是我有翻譯叫做 特別讓圖形不開心 那講的就是大家如何要追求性 而不是一味的把這個稍微 跟自己不一樣的人都趕走 那另外就是 就是We become what we behold 那這個就是實際的去看說 媒體的這個矛盾 就是他為什麼他這個youtuber今天要這樣子講 他從現實裡面擷取一塊 那他的閱聽者也會開始覺得現實就是這樣 然後會慢慢變成一個feedback cycle 就是現實慢慢就真的變成這樣子了 那這個是We become what we behold 那The wisdom of women is of crowds 這個講的就是說 在不同的小圈圈跟同溫層裡面 這個意見怎麼樣子 這個彼此之間共鳴 那讓大家錯以為說 整個社會就已經是這樣子 因為每個人的這個網路連結圖 不是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打破同溫層 他具體的建議就是 每一個不同的同溫層裡面 派個兩三個人 去跟各個不同的同溫層的人進行交流 其實那時候佔領運動就是這樣 就是全世界佔領運動 每個佔領運動各派兩個人 去聯繫每個其他佔領運動的兩個人 這個叫做小世界網路 所以只要有把自己的網路 可以指成這樣的情況 就比較不會被同溫層裡面的訊息片 所影響等等 所以這邊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你不太可能要青少年 不去看偏差的YouTuber 這個人也做不到 因為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 提早的讓他了解到說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偏見 就像17個永續發展目標 其實是17項不同的價值 但是這些不同價值 不一定都是彼此對立或偏差的關係 它也可以是彼此加強的關係 但這個就需要一個叫做overview effect 就是可以從抽上來 然後從有點像 從國際太空站看地球的那個角度 去一次看到所有相關的這些價值 然後以及在網路理論裡面 他們怎麼彼此影響等等 那有這樣子一種總觀全局經驗之後 再回來它就會帶著一個批判思考 就像一種想法 就比較不會被單面向的東西所影響 因為事前他已經知道的時候 可以這個地方它只是更大的全圖的一小部分而已 它只是在呈現一小部分 他也不會覺得說這個部分就是全部的訊息 所以這個是我們媒體試讀 也是課綱就是108課綱 我們終於如期 課程會把它審完了 明年9月從小學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高中一年級 就會開始把這樣子的評判思考媒體素養 變成我們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有42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普悠瑪事件仿佛直線下 黃國昭委員在追真相的看法 還有對於胎鐵部門互踢皮球隱瞞實情的看法 這個我後來誠實地告訴大家 就是說從大概普悠瑪事件發生 然後調查嘛 調查報告提出什麼之類的 行政院裡面跟普悠瑪相關的會議 我是一次都沒有去 因為我在處理就是 他不曉得公投完了怎麼辦 等等的這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我真的沒有 就參加到交通部的會議 所以我就是 我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這件事情我跟大家一樣 也是看黃國昭老市質詢 才知道這個就是 有各種各樣子的情況 那但是我也是覺得說 就是所謂的accountability 就是當責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在事後 然後說究責等等 但是如果中間的每一個環節 它是有當責的 就是每一個人看到 稍微有一點點不對勁 他就會願意去提出來 然後甚至有個安全的方式 讓他提出來 就是為什麼要有像 催小者保護法這樣的東西 就是他願意提出來 而且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應該的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主動的當責 accountability 比事後的 responsibility 要來的重要很多 因為事後的 responsibility 它永遠會有像 然後這個朋友講的 就是每一層它的資訊 大概就是傳到上一層的時候 都經過篩檢的 這樣子一種實際的情況 那但是如果每一層 都有當責的這個機制的話 那在每一層 我們都有就是實際 在平常還沒有出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有有吹哨子 或者是有類似的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對我來講 要建立這樣一個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就是當責的系統 是比就是事後的舊責 不妨多讓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現在在院裡面 大概在做的事情 很多也是 就是去確保說公務人員裡面 對或者補營實業 或怎麼樣啊 就是對於我們實際的運作裡面 有任何不滿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像大家在slider上面 透過不是實名 而是透過一個暱稱的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來提醒我們要檢討 然後也可以 好比像是在眾議平台連署啊 等等的這些方式 來提醒我們要檢討 那這個就是保護大家的身份 不要被這個完全揭穿 但是又可以有一個 持續的對話的這種 seudonym的這樣的一種制度 我覺得長期下來 會是比較重要的 建立一個當責的一個基礎 那這是我很具體的一個看法 有三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人權可不可以公投 那 就是人權本身 那當然 不可以公投 那但是人權它的施行方式 那這個就 沒太的想法就不一樣 人權施行方式的 制細節能不能公投 很多人是說是可以的 所以這每一個不同的level 是不一樣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看到公投主文 你覺得它的施行方式 其實每一個想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會有那種 公投完了之後 然後就出現 像剛剛那個 台灣施行調和中心 所查核的 覺得說原來 公投可以超越憲法 的這樣子一種見解都會出現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這個是一個symptom 就是它是一個病症 它讓我們看到說 我們在事前的 公投前的這個討論 很可能是還可以做得更好的 因為如果公投前的解釋 討論 這個狂定等等 如果做得更好 像瑞士的做法的話 那每個人都會很清楚地知道 這個公投的實質效力是什麼 而不是腦肚出來的效力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這個公投本身 才會是對於就是民主深化 是有幫助 那不然的話 在現在我們可能只能勉強說 對世代對話 可能有一些幫助 我的很多朋友是因為這次公投 所以才跟他的家人出櫃 那好像目前狀況也都還好 所以就是說 反過來講不能說完全沒有好處 但是事實上 他在情緒上面 在實質的 大家想像上面等等 都有一些 我覺得不太必要的一些耗損 那所以 這個我會覺得 這個是值得我們大家警醒的 然後之後 在有類似的這個公投案的時候 我覺得用來匡定它的實質效力 跟社會對話 這兩個方面都應該要再更加設 不然的話 就會一直冒出這樣子的狀態來 有38位朋友問說 分同困體之用洗腦的策略 要怎麼樣子來抵制 或者來面對 這個 提供的這兩個選項 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其實 但是順序可能有點煩 就是你可能要先面對 才能夠抵制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面對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大家要了解到說 他們到底是 Key到了 腦裡面的哪個機制 才會讓這樣子的 不要說洗腦 心靈的流感 能夠流傳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說 因為我是第一手警員 我阿嬤是個今年86歲 她是前線的天主教徒 然後是入港人 然後從小我是她代打的 我爺爺也是天主教徒 那她這次 這個其實非常天然交戰 因為她的教會 就是給她一些小小 讓她偷一遍 那她的小孩 讓她偷另外一遍 那她最後就 決定不領工投票 但是 但是最後沒有領工投票 那她只有去投人 沒有投事情 那但是就是看 這個 我阿嬤的一些 這個照演們的 這些訊息 那我也有一些體會 就是說 婚姻這兩個字 真的對我阿嬤哪一輩 或不要說我阿嬤 我爸哪一輩 六十幾歲哪一輩 的想像 跟我們想 是不一樣的 因為 台灣在2007年以前 是儀式婚 什麼是儀式婚呢 就是說你只要盛大的 辦了一個婚禮 然後請人證婚 或者是請好命婆 反正就每個文化有不同的做法 那就是你有一個盛大的典禮 那婚禮就完成了 那適婚你可以去登記 但是即使不登記 也不一定結婚又發生 效益是發生的 那這叫做適婚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 人出生就出生了 那你什麼時候再去登記 然後連健保卡 或怎麼樣 那個都是適後在做的事情 國家或者說政府是 後面才被通知 但是這件事情它是已經發生 就像人出生就出生了 那所以老一輩的朋友們 對婚姻大概都是整個想像 就是純粹一世婚的想像 那到2008年以後 再結婚的人就完全相反 就是變成登記婚嘛 只要找兩個人 然後跑去護身事務所 然後簽個名 然後婚姻就完成了 那至於你是之前請客 之後請客 都不請客呢 隨便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行政動作 就是一個政府的動作 所以從2008年到現在 大概也只有十年的時間 所以在這十年裡面 我們累積的對於婚姻的想像 其實它完全是一個 就是你改了法律 或者改了甚至改了程式碼 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在2007年以前 結婚的人的想像 都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面臨到說 走進那個公投 然後再蓋的時候 就是你是否同意什麼 民法婚姻章什麼東西的 那個時候 其實雖然看的字是一樣 但是不同的 備份的朋友們 腦裡浮起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景象 那所以這個也會造成就是 有一些我們會覺得說 我是否很相信的 這樣子的一些訊息 很容易的能夠流傳 因為它踢的是 之前的上一輩的第一手的體驗 那所以這個東西我想 就是要先面對 就是說相同的字 不同的就是年齡層 因為不同的就是法律 要變遷 想到的是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要先肯認 肯認之後才能夠想出 有效的方法去 不管是反制 或者是去處理這樣子 這些事情 有38位朋友們想要反應 駐焦根本沒有看心得 內容 有夠機車 就不知道怎麼斷句 應該是沒有看心得的內容 然後有夠機車 不過也有可能是 根本沒有看心得 那心得的內容有夠機車 駐焦都沒有看到 但那可惜 好不容易顯得那麼機車的心得 駐焦都沒有看 所以太可惜了 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主角有什麼想法 我想就讓主角了解 OK 那 有一個朋友說 這個天文 如果破100讚的話 娛樂節要花100分機牌 那但是 我現在目前只有37個讚 所以這個 可能沒有機牌可以吃 真的是不好意思 OK 好 那 然後有位朋友提了一個 程序動力 這個手機要沒有電 有沒有Type-C的USB線 如果有的話 歡迎這個資源捲助 OK 有34個朋友問數 正文這個職務 在上院之後 才漸漸被關注的 什麼看法 正委員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他是 我們目前有八位正委 那台灣現在是34個部 所以我常常被外國介紹 就是說我們有34個 Vertical Minister 就是每一個有自己的部會 但是有八個Horizontal Minister 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部會 但是我們可以協調所有的部會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單一的部會的事情 它不會到我頭上 但是如果有多個部會之間 彼此推來推去 或是彼此互相採線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到我頭上 好比像說我剛剛加入政府之後 第一個用公開的方式協調的案子 就是電子競技 那電子競技那個時候 就是選手是不斷的反應說 他們沒有辦法有進 沒有運動員的這個身份 那也沒有文化記憶表演者的身份 他們什麼身份都沒有 所以是很慘的一個情況 那當時我就去跟文化部說 那就是為什麼不讓這個 像打超台啊 他們都承認說是這個選手 可以服這個替代儀還是什麼的 那圍棋可以服替代儀 那文化部就說 沒有那個是傳統文化 電競不是傳統文化 那所以他們是這個 守護傳統文化的價值 沒有說服我 但是現在沒有說服他們 那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教育部的事情 那教育部呢 體育署說沒有動到身體嘛 那只有動到手指而已 所以不應該是體育 那就是不是 Physical Education 他認為說這個電競 聽起來就很吵 一定是經濟部的事情 然後經濟部 我去問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沒有 我們是 如果你覺得他們是球員的話 我們只管球場 就是只是管器材的 那這個器材 確實是我們在賣沒有錯 我們在促銷啊 在這個辦這個什麼什麼街啊 那但是選手權益 對不起 不是這個經濟部的事情 應該還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這個在這三個部會裡面 轉了非常非常久了 在我上任之前 好像已經轉了十年左右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這個解決之道 據說之前有院長親自協調 然後一出來之後 就被翻譜的情況 那所以我那時候是怎麼處理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 讓大家知道政委在做什麼 那為什麼 因為我是叫做數位政委 那數位是所謂很多位的意思 那所以數位也可以是數十位啊 或者數百位的政委 那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的做法就是說 我一開始讓學生們 所有在講的事情 都很簡單的 讓大家能夠看到 然後呢 我就把裡面的每一個整頂 去一項一項的去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之後呢 我就開始請大家來幫我協調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裡面的每一個小部分 就是不是只有我的這個 階段性總整而已啊 而是前面的文化部的 教育部的所有部會的 所有人的 所有講的每一個字 他們所有的立場 所有提出來的論點 所有這些東西 我都非常具細靡靡的 那去公布在網路上面 那所以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說 從我當政委之後 那我已經跟三千兩百八十四個人 講過十六號 還有零八百二十三句話了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真正的數位政委 就是大家都可以當政委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follow 我每天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到底在跟誰處理什麼樣子的題目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好處是非常多的 就是說 當大家一發現說 那某件事情它沒有辦法取得共識的時候 那我在底下就非常簡單地說 這兩件事情我現在要共識 那某件事情這個沒有共識 那其他部分這個就還在爭執中 那當我把這個東西 把它直接扣到網路上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這個熱心的朋友 就是包含這個可能 莫果01啊 巴哈姆特啊 PTP LL版啊 八卦版啊 這個抵抗啊 等等的這些朋友們呢 都會拿護電競啊 網上有沒有漏的 反正有很多地方的朋友們都會看了這份稿子之後 然後就直接發贈連信來 或者是直接email 或者是怎麼樣 告訴我說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會在這邊提出什麼什麼樣的論點嘛 那也會有很多朋友在公開的討論區 那通常前四樓大概都是來亂的 裡面沒有看就推了嘛 但是到第五樓它就是第一個看完的人 那能夠這麼快看完呢 還可以發推那就是專業的吧 所以第五樓都是非常的專業 那所以我們就是拿這些專業看五樓的意見 就是前四樓大概都沒有看完嘛 所以第一個 那麼快看完一定很專業的這些朋友們的意見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帶到會議上面來 然後我就會說 我們感謝PPT的八卦版的某位什麼什麼朋友 然後他這個尖銳的指出說 這個好比像說這個圍棋也是一種電競 然後文化部就說 為什麼圍棋是一種電競 然後我就說網友指出說 現在其實大部分的圍棋的排名啊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在網路上面下 他們訓練也是在網路上面下 而且電腦現在已經也很好了 那所以他們覺得說 除了少數表演賽還是面對面這個爭冠之外 其實絕大部分的圍棋 可能九千九的圍棋 都是在網路上發生了 所以他認為圍棋是一種電競 那你現在已經有保障圍棋巡手的權益 那既然是一種電競 那別的電競巡手也應該平衡辦理 那所以這個時候文化部的這個腦袋就開始轉過來 因為他可能很喜歡圍棋 那他也了解到圍棋可以投野身心的幫助 然後他發現圍棋真的已經是一種電競 然後把那好像沒有什麼辦法 那所以就只好把他的該人的那部分扔進去 反正大家就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說話 比像說我們就不要叫做體育嘛 我們也同意沒有動到這個就是身體 那但是我們可以叫他智力運動啊 智力運動也是一種運動啊 那應該是用運動產業法產條例等等 那後來教育部就想說 你不要叫體育我就沒有理解 那運動的話我們可以智力拿來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網友們就是有各種天氣百怪的創意 那我做的事情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讓這些事務官能夠了解到說 當他們把名字放在他們講每一句話的時候 大家都有兩個禮拜的時間來修改自己的發言 所以裡面一些比較不太禮貌的說詞 大概都已經拿掉了 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事務官最專業的一面 那所以大家就發現說事務官真的很願意來解決問題 真的非常的專業 反過來講網友們的所有情緒性的用詞 就把那種七個驚嘆好的 我都已經全部拿掉了 我就只有把他們的論點帶到會議上面而已 所以事務官也都覺得說 喔 網友真是非常的專業 那所以就是說在雙方都很專業的情況下 我們就很快開了三次會就協調掉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我並沒有什麼特定的這個創意 或者主張或什麼 我就是確保有空間 這個空間是雙方都是透明的 那但是呢 少數不透明的部分就是很不專業的那個部分 那就不用看到了 除此之外的都是透明的情況下 讓大家的這個集體的智慧可以去發揮 那所以這是我對政委這個職務的做法 那也因為這樣子做 所以就弄得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政委是什麼 甚至都可以自己來當當看政委 那所以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政委這個職務可能就比較被關注 有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可不可以請校長 我們二十四小時可以管 這二十四小時可以管 我好像上次來的時候有聽說過這件事情 不過校長今天好像不認識 那OK 那所以就 我就 我未夠了解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不需要這樣子 好吧 OK 那有三十位朋友們說 家族長輩這個 執意相信校長身有病因溝通 只能夠等這些人掉威嗎 還是有其他這個隊員層面 或者公務員的對應嗎 這個我想這個 不要放棄這個你們的長輩 不要讓長輩輸在終點身上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的身體 就是蠻重要的 就是因為放棄酒就輸了 對 因為其實 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 不願意溝通 他很多時候 他並不是不願意講 他只是不願意聽而已 對 就是說你如果是坐在那邊 聽他這些喧嘩的話 他應該是很願意喧嘩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溝通都是雙想的 我們自己所謂的傾聽 就是傾就是傾斜 就是說 就是 能夠去承受對方的世界觀裡面 自己真的沒有辦法接受你們的部分 然後能夠承受到一個程度 但腦裡還是保有一個 批判思考的一個空間 就是 可以把自己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等等 都變成文字 或變成語言 或變成畫畫 跟創作的方法不一樣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他也有假的需求 所以你滿足了他這個假的需求 但是滿足到的一個程度 這個通常可以 播一個番茄鐘 可以像說24分鐘 24分鐘之後換我掌這樣子 這代理的都可以 有各種各樣的技巧 那在某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給他一些feedback說 剛才我聽到這樣那這樣 那我有怎麼樣的感覺 那其實感覺是沒有對錯的 如果大家是 能夠只分享自己的主觀感覺 而不要跳到判斷 不要說你應該怎麼樣 而是說我覺得怎麼樣 那大家都是說我覺得怎麼樣的話 其實很快就會發現說 我們看起來我們的感覺有一些 南遠北車的地方 那個是真的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感覺是共通的 只是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會變成是大家只聚焦在大家 不同的那個部分 就是比較聯合的那個部分 而不會去聚焦在大家 共同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其實我們透過一些 像這個AI Power Conversation 就是這是一個叫做Police的系統 我們讓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 去講他們官員 像這是自駕車的一些感受 那隨著這個感受的出現 每個人看到別人的感受的時候 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隨著同意或不同意 就是跑到跟你類似感覺的 同意層這邊 但是它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大家有多元的感受 而且它沒有回復 所以其實你也沒有辦法回應 你也沒有辦法貼貓密圖片 這個其實有點像Slide 就是說你如果看到一個問題 你不想問 那你最好就投一個別人會 也想問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去試驗這套系統 叫做Police 你就發現說 確實有存在 就是大家完全不同 截然不同南原北側的感受 是有的 可是我們如果 就是一開始的淺層對話 都只放在這上面的話 或者是我們看主流媒體 或者是看一些這個 就是比較沒有經營的 那麼好的空間的話 就會以為整個社會 都是在嚴重的對立 但是如果你多花一點點時間 用剛剛的那樣子 一種積極聆聽啊 這些的方式的話 就會發現說 其實絕大部分人 對於絕大部分的事情 都有相同的感受 只是說 它不會花時間 來跟你講到這一層上 因為前面那個衝突的部分 還沒有過去而已 那所以就是說 聽到這個叫做 其實有一個技巧 叫Deep Canvassing 就是深度遊說 就是先把對方 對於你的候選人 或你的主張 或你的倡議 所有這些不舒服的 有懷疑的 所有這些東西 都不帶批判的 全部都好好的聽過 然後再用自己的個人的故事 自己的感受等等 去讓對方發現說 原來我們有相同的感受等等 這是一整套對話方法 那每一次我們透過這樣的 互建營造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大家 彼此之間 能夠互相銜接的部分 是比我們想像的多 只是說 我們現在的溝通 因為就是先聽再說 先聽再說 這個習慣 可能就是雙方 都是有一些責任 那但是 如果雙方 至少有一方 能夠先去動 那至少 就是對方 他也會有一種 好了那我真的講夠了 那換你講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可以對話的 那個人層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在公共門上面 我們是有一個 很具體的做法 就是我們會邀請大家來 寫作會議 其實剛剛大家在影片裡面 有看到 那我們每一次寫作會議 大概都會在我們PIDIS 就是 公共社會創新空間 的網站上面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工作址 就是我們的Blog 那我們的Blog裡面呢 有特別去講說 我們最近 處理的哪些題目 然後哪些題目 經過我們處理之後 有發生什麼事情等等 那所以舉例來講 就是 有一個叫做 石區案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在 去年吧 應該是 某個時候 有大概八千多個人提議 說台灣的石區 應該從GMP加8 改成GMP加9 那也就是說 變成跟日本跟韓國一樣 那但是呢 又同時 又有八千位同友們聯署 然後說這個石區 應該要保持在GMP加8 那所以呢 這加起來 大概一萬六千名朋友 就是會分別的 在網路上面動員 然後提出了各種 非常有意思的意見 然後比想說 改市區會促進觀光啊 會促進交易啊 會這個等等啊 這種 這個節省能源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想法都有提出來過 那當時呢 我們所採取的方法 不是分別去溝通 而是實際把它都邀過來 然後呢 讓大家能夠在 就是不同的意見裡面 去找到共同的價值 所以這是我們寫作會議的 就是如果有學過設計思考 這個是一次不改的設計思考的 這個雙重零行 所以我們就會把大家 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都會帶過來 到底要改成 GMP加8 還是GMP加9 我們內部這個案子 都叫做8加9 就是8加9的這個 兩邊都把它邀過來 然後去看說 不管是加8還是家者 大家有沒有一些 共同的價值 立場不同有沒有關係 但是有沒有一些 我們都覺得重要的事情 然後呢 把大家覺得 什麼東西重要 一起找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透過這個 設計思考的這個 帶領 然後去實際去看說 大家 我到底為了什麼 要改失去 那這個大概都在我們 播放的裡面有 那我這邊只想提一個 就是說 我們到最後就發現說 其實大家有一個 共同的想法 就是希望台灣在這個 世界上面 能夠更 更unique 就是更讓大家知道 我們有所不同之處 那這個 雙方都是 抽到這一層的時候 雙方都是可以統一的 但是在四層 我們就讓每個部位 都會說明說 如果我們已經 日光檢驗時間 改了一小時的話 那事實上 沒有檢驗到 工業院有做過計算 那或是說 如果這個 觀光會不會促進呢 除非大家都加班 那不然的話 事實上是不可能促進觀光 等等 他們都有個具體的試算 所以當我們把事實層面的問題 處理完之後 其實就是感受層面的對焦 那所以這邊 剛剛提到的各種 例如要節約時間 這個 時間條快 什麼什麼之類 事實的全部都確認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提到 這個實際的 共同感受跟共同的問題 那把它提到這一層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再去探討說 這是不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改失去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因為我們一次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而且之後每年都還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換到的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在國際上面 有兩天的新聞能見度 那這個一定就會 旁邊的jurisdiction一定就會說 這個 有一些國家有不同的貨幣啊 那我有一些國家很大 也有不同的市區啊 那就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到最後大家就不會記得 市區有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要不斷的付出這個社會成本 所以到最後大家抽到這個程度上 然後再討論就是說 我們如果已經準備好 來付出這麼多成本 那我們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能夠去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那這個時候就有包含我們 就是透過人權的方式 透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式 透過這個就是開放政府的方式 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當然影片裡面有一些不同的場合 其實我們扣起聯合國的這些 就是永續發展的價值 包含人權在內 其實這個才是非常cost effective的方式 能夠讓國際看到台灣的不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到最後就是兩邊就握手言和 那我們就把相同的就是 我們有多少多少的cost 然後它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負擔 我們如果已經準備好付出這麼多成本的話 能用什麼樣的方式更能夠提升 台灣能夠監督一次跟兩邊的 1600位八家九的這個連署者們 這個進行說出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達到了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這個共識的東西 其實你把它抽上來之後 是有共同的價值的 那是我們在公布我們對應的方法 那有36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我身為天才 然後要怎麼忍受智障 尤其是在台灣政壇 那我想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台灣政壇其實重點 並不是這個互相忍受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會覺得成年人的智商真的是 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是覺得智商可能在很小的時候 當你還在決定這個小孩 你要用什麼樣的學習風格去配合它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智商也許還有一點點意義 你可以知道它是空間的 是數學的 是互動的 是視覺的 是幾何的 等等那些學習方法 這個時候智商也許有一點意義 但是到成年的時候 其實任何成年人去做維持自力測驗 你也不用連上網路 你只要帶個手機 然後關大概五個app 那每個人都報表 每個人都測不出來 都是160以上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測的是一些 最不重要的手機 就已經可以做的東西 然後比方說讓你正被倒背一些數字 或者一些危機牌科就查得到 像光速是多快啊 那或者是說什麼圖形轉90度會怎麼樣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其實有正確的app 都是掃過去就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在說 其實在過去的那種 就是個人的所謂智力工作 認知工作的這種工廠化的競爭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好用的一個想法 因為現在所有工具人的技能的部分 大概人型工具都可以要處理了吧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智商在前面上面 是一個已經破產的這樣子 一種良度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就是說 在台灣政壇裡面 其實我接觸到的政治工作者 思路都是相當的平和的 其實說有的時候他 好比下去如果他是代義師 那但是他就知道說 他如果不做一些表演的話 那他的質詢就沒有辦法被發現 那這個時候他要怎麼樣 把他的表演的這個精彩的程度 跟他實際上問證的那個品質 加以扣合 當然也有做得很好的委員 但是有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必須要做一些 看起來有點智商的表演 去換就是實際上他還有人關注 然後讓他能夠就是繼續 安任代義師來關心 這個比較有品質的部分 那比較有品質的部分 很可能是就是 除非是整天看不會無雙的朋友們 其實是不會看到的 因為媒體不會去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長期下來 就會養成一個大家覺得 就是想到一個人 就是覺得他特別智商的那些部分 就會想到的這樣子一個 不是很健康的一種 代義之類的一種文化 那當然在就是民間就是G0V 就是民主政府社群 也有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每一次投票之前 大概G0V都會發起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叫做投票指南 Councils.G0V.TW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可以很容易的讓大家看到 每一個不同的候選人 他之前的政治履歷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可以一次的去進行整理 那這個網站 這一次投票大概 一百萬個不重複的人吧 來使用 所以其實已經 就是以公報來講 看的人還算多了 紙本的公報不知道有沒有 二十分之一的人把它看完 但無論如何就是說 他是一個跟公報是互相加強的 他用總選會的資料 但是也用政治獻金的資料 然後個體議會的資料等等的資料 那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其實每次選舉 他們都是在加強他們的設計 跟就是資料的來源 所以很歡迎大家 把多一點的時間放在這邊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個 的月庭的受眾打開的話 那其實代理師也會有一個壓力 就是說那他就必須要去實際的 多花一些時間去做就是實質的工作 而不是表演性質的工作 那但是現在在大眾傳媒的時代裡面 他表演性質的工作 有的時候還是 從他的角度來看是必要之惡 那應該是這樣 三十六位朋友們 問說這個 請問對於政治公投沒有過 被國際上面 這應該是國際上面 片面理解成 這個我們承認了這個 台灣中國台北 Chinese台北 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要有什麼看法 當然如果公投他的 就是不同一票 比同一票多的話 他其實並不是他的這個主張的 反面成立 他是整個公投失去消理 那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並不表示說 有多少人贊成 Chinese台北 並不能夠這樣子去看 公投法他的效力就是說 如果不同一票比較多的話 他就不對行政跟立法 產生任何局處理 所以不能單純的把它就是 反過來看 這是第一個評語 那第二個是說 我會覺得說 Chinese Taipei這個字 其實我們在國際場 像大家可能知道 其實影片剛剛有播嗎 就是我去日內玩 然後用機器人的方式 然後其實之前之後 在聯合國相關場合 都有很多參與 只是因為 那一次有直播 所以就 就是記者就發現 我本來也沒有要發現文稿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為什麼我們 就是都沒有受到打壓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在講的題目 都是聯合國17項 的主要目標 像我去日內瓦的時候 講的是第17項 也就是跨部門的合作 有效率的資料處理 等等這些部分 那因為包含PRC 就是北京當局 在內都已經覺得 有去發展目標 是2030年代 要達到的共同目標 所以當我們扣合這個的時候 其實就比較不會被打壓 或者說打壓事實上是 會被當作比較沒有道理的 所以到最後他們也不打壓了 就是打壓就沒有用 但是其實就是專門這些題目 超過這些題目的範圍 那當然打壓又回來了 那所以在這個題目的範圍 它現在變成是一個 好像非戰區 就是當你在作用去發展目標的時候 好像可以暫時忘記 這個全英賽隊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去進行 實質的討論等等 那所以我自己的策略是這樣子 就是專門挑一些 2015年大家都已經決定 是共同目標的事情 來進行處理 但是我也了解到說 並不是每件事情 都可以這樣子 但是這是我目前對這個 具體的回應 就是說我會繼續用台灣 那我會特別匡定 台灣是什麼 那對我來講 其實台灣是 我如果用大寫的台 就是筆畫比較多的那個 那指的可能是 就是台灣 或者金門 馬祖 東沙 隨便啦 就是所有的這些島嶼的連擊 那但是如果我用小寫台的話 當然可能一方面 也許我再用手機打字 那或者就是 我如果要小寫台的話 意思就是本島 台灣本島 那所以我自己的用法 是講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用 那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 Purely Geographic 的方式 來定義台灣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在聯合國人說 他們會不會要上面去說 所有我們正在做的實質的貢獻 但是又不會被硬要套進 Chinese Taipei裡面 因為Chinese Taipei 它講的是一個政權 那但是我在講的是一個 實質存在的 那四百萬年以來 就不斷的在上升的 有人類以前就有的 有人類之後還會有的 的一個 Geographic Feature 那這個 起路的分架 我覺得 它是抽到 就像剛才講 抽到一個比較高的層面來看 那在這樣的層面裡面 其實我真的還沒有碰到 PRC甚至是試圖打壓過 那上一次新聞有直播 他們發現直播就是 不得不講幾句話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打壓 有三十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中國的軟體 以及互聯網實力 是不是比台灣好 就讀相關科系的 是不是前往就業 會比較前景 就全軍而言 那當然這個台灣的網際網路實力 跟中國的互聯網實力 是沒有辦法直接相比的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能夠做的事情不一樣 像我們在聯合國人學班 目標的分享裡面 常常會用一個 最近也蠻有名的例子 叫做空氣盒子 那空氣盒子 應該有朋友聽過嗎 就是大家自己用一些很便宜的 可能不到一半美金的這個感測器 然後自己在自己的家裡 然後或學校 或很多學校當中 環境教育教材 就可以直接量測到 實際的空氣品質 不用等反暴式 架測站到家裡旁邊 那這個是由中原院的 就是LASS社群來經營的 那它的視覺化是G0V的 這個就是 臨時空物觀測 那這個呢 就可以讓我們一目了然的 就很快的知道 目前的空氣品質的趨勢 也可以順便了解 台灣的數位落差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完全沒有公共物能資源 就是大家自發的所謂的 Citizen Science 那這裏面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科學 那我們Rainty工作者 在這裏面有非常多介入的空間 一方面當然是互相校準啊 這些網路連線啊 所謂的網路聯網啊 但另外一方面是說 這些資料其實同時也送到國網中心啊 也是我們民生公共物物聯網的 一個運算的材料 但是國際的朋友們都會說 那你們民間的朋友環團 那這些朋友怎麼會願意說 這個公共物門就是 運用這些資料 然後又信任公共物門不會篡改 那原因就是因為 好像就是成大的這個 EOTA的那個實驗室 有在幫忙就是把這些資料 去做stamp shot 然後放到分散室帳本上面 那國網中心算力再高 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個節點而已 或者以我有理解 他們好像沒有跑EOTA Note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即使他們想要 篡改這個數字 因為分散室帳本很特性 所以也是非常難篡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各方的彼此信任就增加了 那等到信任增加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台灣已經有兩千多個點了 但是呢 確實有一些 比較出微落差的地方 可能還沒有 但是那些地方可能很重要 所以環保署接下來 就會用一個打不過 就加入的一個態度 然後去把這些比較 沒有人在設的這些點 然後但是也用類似的 微型感測器 可能加上十度交增 之後去加入同樣的一個 LAST的一個網路 公共民生物聯網 甚至民間的朋友們告訴我們 說他們很在意這個點 就是台灣很像 上面這個點 那這個點呢 這可能對於境外 境內的這個判讀 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其實民間大概不太可能 在這個地方去 去加空氣盒子 就算是無人機 應該也 電池也會有用完的一天 那所以 但是我們會啊 因為我們會在那邊 加電暗風機 所以其實電暗風機 就是絕對不會缺電 因為它本身就是發電機 所以在這套上面 我們會直接掛 就是空氣盒暗測器 然後直接連回這樣子的網絡 那所有這些都是 所謂的社會創新 就是它解決一個 收集共同關注的問題 在這個例子裡 是環境問題 然後它是越多人 加入越好 它整個是開放的 所以不只是台灣 任何人自己 下載這個城市 或者自己跑 開放的硬體 或是垃圾 或者什麼跑的時候 它預設也可以加入 這個LAST的網路 那當然 我們在密西方物聯網裡面 有運用這個數字 但是數字之後 還有水資源 就在地增等等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關係的是 越多人加入越好的 那就很可能 它沒有辦法再對上廣深 或者其他地方 來進行運作 那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那邊 大概不要等到2000個人 可能20個人 就加水標了 就是因為這個是 非常非常威脅到 中央政府的 所謂的威脅 的這樣子一個東西 不是他們的威脅 就是威權的 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邊 不是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 態度的話 那其實 對於公民社群來講 它的發展的空間 會越來越小 但是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是一個打不過就 加入的態度 所以看不順眼的朋友 才會覺得說 他們政府沒有人做 沒有人做 然後我就是沒有人 我們自己做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所以如果你在解決的是 這種比較需要 社會創新的 或者是需要公民社群的 事實上公民社群 在那邊也是不能講 其不講 還是久不講之一 那這樣子的話 在台灣其實非常適合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是說 那這個地方政府 或中央政府 它就是畫一塊出來 然後在那一塊裡面 可以排除所有其他利益關係 然後專門發展某一件事情 或某一個科技 那這樣子一種非常 操縱的開發方式的話 那確實也許有一些題目 在PRC裡面是比較容易去開發的 所以一切都是看你做的 這個題目本身的性質 而不是說就是天生的 就是在哪邊一定比較適合做軟體 或比較適合做 所謂的網際網路或說互聯網 當然在那邊做互聯網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他們的互聯網 跟網際網路中間的 就是聯繫是不穩定的 所以很多時候是你解了一個區域網民的問題 但是不一定能獲增到就是網際網路來做 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在整個網際網路 就沒有想要解決整個網際網路的問題 就是想要做有PRC特色的互聯網的問題的話 那確實你也只能讓那邊做 因為大概沒有別的地方的網路長那個樣子 所以說我並沒有想要下判斷的意思 只是說這兩個部分的發展 可能是在不同的角度 或甚至是有時候背道而馳的 軌道上面的 所以你在某個地方跑越快 可能在另外那邊看起來是相反的 所以就是一切是看你想要做的 這個題目本身的性質來決定 有三十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對於大叛徒好好跟服務結婚 你有什麼看法 我沒有什麼看法 對不起 沒有任何看法 那有三十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長大老人醫院的必要性 以及為了該老人醫院才運動場的這種看法 你看這種小伙子還是必須要顧問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長大老人醫院 什麼小伙子才運動場 你看我在顧問就知道我跟什麼看法 核定高齡醫藥智慧照顧發展教育中心 最快一般一年啟用 所以他跟運動場合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本來的那個地方是運動場的 OK PTT還是 PR 目前還是PM 我對DK沒有什麼惡意 我也是常常看DK 好 OK 具體的在看這個 OK 好 那 OK 沒有太多的看法 那 再大概了解 這個 大概花十秒鐘 了解 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很有效的判斷 不過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大家會把這個問題推移怎麼搞 那 想必是覺得應該要有適當的配套方案 而不是說 這件事情完全沒有必要 而是說他的正當性 以及跟大家利益攸關的程度 可能沒有運動場那麼高 那這個就還是 可能只有效果才能夠回答 但是我現在大概要解這個情況 那有三三個朋友問說 這個PRC的網群翻牆湧入 有沒有什麼防堵的對策 Winter is coming 依我的理解 其實 可能翻過來的也不一定是人 然後 然後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需要 機器或人翻過來 他只要 就是拿錢就好了 因為在地也有很多 這個願意帶回操作的朋友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 全面性的 他不是 他不是所謂的 網群翻牆過來 這個很簡單的Metaphone 可以解決的 他要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還是要回到說 那 我們的這個心靈的抗體 是不是足夠 是不是覺得說 聽到很簡單的口號 然後就會覺得說 世界就變成那樣子 還是可以去維持一個 批判思考的一個態度 那所以我覺得 重點倒不是防毒 我一直覺得防毒的意義不大 因為 如果防毒的話 到最後就只是讓我們 變成也做言論審查 或者是 也動不動就要和諧的 這樣一個地方而已 那其實 台灣才 就是我還記得戒嚴的時候 是怎麼樣 我並沒有想要回到那個時候 那所以 至少我們這一輩 就是或者更老的一輩 還記得戒嚴的時候 其實不會願意台灣的永遠環境 變成像戒嚴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 不犧牲言論審查 自由的前提底下 然後還要能夠有效地 處理這件事情 那剛剛其實已經講了一些 最基本的嘛 就是說我們 去使用 演算法 其實什麼東西 這個 能夠跟審法抗衡呢 就是演算法 就是 因為審法還要解釋 才會生效 演算法直接就生效了 那所以 演算法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不用等人來舉報 它也不用等人來做任何事情 你可以有效地 是因為足夠多人 去 在用真的假的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透過實施查核的機制 它就可以自動地去 讓它的傳染力減低 那這個是有點像是 就是 能審法案目標裡面的三支B 就是 Research Development Universal Access to Vaccine 的這樣一個概念 當然就是 援引了公衛的概念 但是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特別需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在 像接下來的一個 古教課當 美學和課法會都要發展一些 媒體適度 批判思考等等 有關的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這是非常值得 大家投入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有很多朋友 提醒我們說 最右邊的就是 當它 就是傳染病 是到那種等級的時候 那你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隔離的措施 就是說 平台不能夠完全不負起責任 平台它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責任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各國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 最近也在擬 這樣子一些 就是所謂平台相關責任 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目前還在 跟各個平台溝通 所以這部分 可能還是 讓我們院長 或者羅正偉 之後可能 大家報告會比較好 但是我自己主要管 就是左邊的 就是演算法的 這兩個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 我們也取得了一些 就是 心靈的抗體的 研發的經驗 那所以 這都是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幫忙 的一個部分 所以 雖然winter is coming 但是其實今天 天氣還是蠻熱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 其實台灣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這種 在國外會叫做 social solidarity 就是大家彼此團結 社會團結 這樣的東西 在台灣常常會是 比較負面的詞 或者什麼 取暖 或者小圈圈 或者什麼自排 什麼之類的 有種達成自己的感覺 但是 我會覺得說 就是像 解決假訊息問題 這件事情 它是有點像是要 攀登一座高山一樣 所以 在你實際去完成 這個很困難的 工程跟社會 跟人文工作之前 如果大家不先生個營火 就是有個小圈圈 自排 的話 那其實 就是沒有人會有那個力氣去轟頂 然後 我們試著各種不同的方法 可能大部分 都是只有有效的 程度是有限的 是 就像我們當年解決 垃圾加沒有件一樣 是 大概一百種不同的方法 每一種都讓它的成本 增加了一點點 讓它效益減少一點點 到最後才沒有人急 垃圾有件 所以在這中間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常識 跟非常非常多的 所謂的失敗 那如果沒有一個 solidarity 就是 所有在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能夠彼此團結的 這樣一種想法的話 那就 大概沒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 不但是跟國際上 做類似的聯繫事務 素養等等 這些 公民社群的組織 公民科技的組織 台灣現在其實 他們在亞洲 要辦年會的時候 像一個 open tech fund also freedom forum 所有這些東西 大概也只能在台灣辦 本來都是在香港辦的 但是香港就 就那樣了 所以現在都是 移到台灣來辦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全世界都在想 類似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並不是唯一的 就是很孤單的 在做這樣子的處理 那第二方面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有自害有小泉泉 有取暖 大家才 就是winter is coming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 這個非常孤單寂寞 而是覺得說 這是大家可以一起來 做的一件事情 有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我覺得今年 民主兼顧黨的這個 戰犯是誰 那我想要先聲明一下 我既不是黨員 也沒有黨情 其實大家問我 什麼顏色的時候 我都說17種顏色 就是17種顏色 所以這個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可能藍色淺藍 好像是水下的那個生態 就是塑膠的要回收啊 什麼之類不要塑膠習慣 造成這個海洋汙染啊 淺綠色好像是陸地生態啊 就是要循環經濟啊 來讓這個 就是植物不要 物種不一樣性 不要喪失那麼快啊 那深綠好像是這個 climate action嘛 就是 氣候變遷的這個調適啊 然後要就是減碳啊 這類的 那如果是深藍的話 好像應該指的是 這個跨部門的協作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整天都在就是 聯合國人去發目標社群 裡面要混 所以其實現在看到顏色之後的聯想 都跟這個台灣社會 看到顏色的聯想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是 這並不是 完全只是黨派決定的啦 尤其是這次跟公投 甚至可能派對的長度也會 影響到台灣的意願 所有這些factor 大概都是裡面的因素 那可能不是人的問題 而是 就是我們叫emergent phenomenon 就是怕忽然之間 就變成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 有些是我們在行政院 可以改善的 像剛剛那個講的派對的長度 那 那個部分我們會去檢討去處理 那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黨籍或黨籍 所以對於這個民主進步黨的事物 我並沒有想要評論的這個意願 有33位朋友們都支持 有一位叫做 自稱成國庭的朋友說 聽說就是匿名的 大家的位置都非常的好 那 有一位朋友問說 今年不想要在 你自己一個人過聖誕節的QQ 有沒有什麼好建議 那有33位朋友們按讚 所以待會可以到門口問說誰按讚 然後 這33人就可以糾纏去國庆看一集 現在有34個人也要跟斷 好像不錯 這是我的具體的建議 有30位朋友們問說 有個朋友提了一個程序動議說 我的平板快沒有電了 確實還有24% 但是因為反正我們也只剩14分鐘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有30位朋友問說 如何看待大數據時代以下 Data integration過程裡面的隱私權的問題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會建議就是 我自己是不用大數據這三個字 那 有很多原因 那但是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像我在蘋果跟Siri一起工作了 好像他是人一樣 跟Siri團隊一起工作了六年 那 對啊 其實我們工作的時候就怕他人一樣 那anyway 就是說跟Siri團隊一起工作了六年 那我們處理的大部分都是文字資料 那文字資料我比較不會用數據 這個數據大概都是數字資料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當我們說這個所謂 Big Data 我們可能翻巨量資料好了 那其實我們在意的就是那一個資料它的量 然後它來的速度 它的中間的這個不同的來源等等 那所謂這個 那個Manyu velocity這些 那但是這些其實是因為在當年的 就是我可能 剛剛跟英國開始合作 2010年的時候 的機器學習技術 不良的關係 所以說當時就有點像是 你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才能夠提煉出一點點有用的insight出來 那所以你需要累積非常大的資料 才能夠做出一點點有意義的這個判斷 或者是prediction或者這些東西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當年 就是2010年左右 當時大家都在流行說這個資料 就像石油 你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萃取 才能夠得到這個有價值的洞見 不過當時提出這個的資訊科學家 其實它並沒有把資料跟石油的別的property 連在一起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除了難以摧取這一點一樣之外 資料跟石油就沒有任何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因為石油就是你挖一桶 這個地方就少一桶 你運給別人 那自己就少一桶用 但資料是越分享越多的東西 那又或者是說 石油它是只有幾小數人才能夠開餐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空氣盒子 每個人都可以是資料的產出的來源 那最後就是說 其實每一桶石油都一樣 但是這邊特別提到的是個人資料 那其實每個個人資料 它代表都是信任關係 就是我如果願意把資料放在你這邊 請你幫忙處理 幫忙儲存的話 它是一個拖管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 不管是我們的個資法 還是歐盟的GDPR 一般性資料保護指令 大概都是說我把資料放在你這邊的時候 我們中間就開始了一段 這個我可以問責 就是說我把你的這個聯絡方式記住 然後我隨時可以問說 我放在你這邊個人資料 你拿去哪裡了 你現在是用什麼方式在保護的 你有沒有去做什麼目的外的利用 我可不可以說我要求一份副本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反過來講 你就有一個當責的義務 就是說每次如果你要做目的外的利用 要做什麼的話 你要主動來告知我 或者是說 如果本來我出生在這邊是做某個用途 但是你想要去做另一個用途的話 那我也要有更新調整 或甚至刪除等等的這些權利 所以就是說我們盡量把資料看作是 尤其個人資料 看作是這個個人 跟這個資料運用者 資料operator中間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的開端是資料的蒐集嘛 但是之後的處理 利用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讓人越來越彼此能夠相信 那你任何時候如果不相信的話 那你要有能夠就是跳船 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就是所有的資料可惜權 那所以所有這些其實大概國際上 尤其是歐盟已經有一個共識了 那我們的個人資料保護環境 就是歐盟的前一版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也有很少 所以以前我們沒有各自主管機關的 那現在國發會是各自主管機關的 所以他們會去處理 就是在如果是公布本是資料運用者的話 那數據整個裡面所強生的問題 那一句話講就是說 如果是統計的話 那統計要變成是說 沒有任何個人的資料能夠被放在裡面 那就是說好像說就是台南是有多少人 那這樣子當然多一個人少一個人 他是差異 但是他不會因此而辨認出這個人的 任何可以識別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一個統計演算法 那這個時候他去做這個運用 他其實就沒有各自侵害的問題 那所以所謂的開放資料 跟所謂的這個個人資料 在公布門這邊 開放政府資料 跟個人放在公布門這邊 中間唯一的一條聯繫就是統計 我們可以透過統計去發布統計資料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把人家 托管在我們這邊的資料 讓他當成是開放資料 並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的信任關係 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觀點 那所以 而且現在因為深度學習 也就是要提供一些資料 所以就是我想以後就是 如果聽到資料跟石油的話 可能可以記住說 這兩個中間是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 有四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解刷一次卡 每一次都排隊就好了 那 所以這也是一個 感覺上像是程序意見 其實刷一次卡的意思是說 這個一次刷了之後 之後同事都可以來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就可以了解到 我其實完全沒有參加過這些門口 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排隊的這個問題 就像我們中選會目前正在 engage各種各樣的體驗設計師一樣 那也許這邊也有一些 做設計思考的同學 可以主動幫忙 消防員 消防也不是什麼都能夠規劃的 所以如果有人能夠提出 有效的solution的話 那應該是可以跟我們老師聯絡 有三十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想請問這樣子的話 這週的心得要怎麼寫 看好的問題 我想這個錄影 會有一份 會放在我們Pedis的網站上面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隨時截取任何一段 那這個slide 我待會在回去的高鐵路上 我會把所有有問的問題 都還原到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你有一個很簡單 也是蠻作弊的做法 就是說你挑你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然後你就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把你印象中覺得我講了什麼 或者是我沒有講的沒有關係 你就然後補一些東西 寫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有效的快速的產生出心得了 甚至也許你往下捲 這個366個問題裡面有一些 剛好就是呼應這個 我剛剛在講的東西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就可以把別人的 這個繁多匿名的嘛 就是大家都等於已經拋棄著作權了 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別人的貢獻 也抄到自己的心得裡面來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 然後有一個朋友提一個程序動議 或其他問題還是會不會有回答 我會做的就是我會把其他 三百多個問題都看完 看完之後 如果有一些我覺得我真的答不出來的話 那我會回去問這個政府部會 或者同事說 那有沒有辦法生出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這樣或者一個來人包 或者是等等的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這是我具體可以承諾的 但是因為就是大家都是匿名的 或者是Pseudonym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一一回來回應 很抱歉 但是就是我就是在為下一個 這個演講的聽眾預作準備 因為我每次碰到這個 我可能還要去查 像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醫院的求償的關係 等等這個部分的時候 那我下一次就會有備的來 然後下次就比較回答得出來 所以就是等於是在一方面幫我自己做工會 在二方面如果我們像剛剛 如果一下子不夠 沒有辦法找到具體有效的 脈絡的回應的話 那我也會回去 請相關的部位朋友 去把這個東西 至少把它推到工作的第一頁去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本次公投現場被舉發 多種不合理的事 怎麼要邊開邊投票 該好直接給老闆人投票 小超放桌上點點用 不會影響到公投結果的效力嗎 目前看起來就是至少在公投的這個部分 這個當然是不合理這個是確定的 但是公投的效力就是實際投到那個票箱裡面的票 就是在法律上面的效力 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那反而不是這位朋友提的 而是這幾天有看到有人用了一個好像是 就是 Python 應該是有一個 interactive的Python 一個sketchbook 去算出來說 中選會所公佈的投開票所裡面 就是特別是就是支持這個 通信婚姻的那兩岸 裡面在某一些非常個別的開票所 好像不到一趴吧 一趴左右的開票所裡面 報出來的數字是相反的 也就是兩個中間有副官零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才是 就是中選會跟選務人員 應該要具體的去看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每次講到說 像電子計票的時候都說 那你至少有一個雙軌機票 雙軌機票就是說 你還是能夠唱票 那但是至少你旁邊用這個 電子計票機也點一次 那這樣子就比較避免說 他可能真的不是惡意 但是我們就看到少數的 人機左右的投開票所 他在報投票的報票上面 很可能有相反報票的這樣子 一個請按照這位朋友的數據分析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一些人工作業的特徵 他還是可以一定程度的依化 那也是讓大家對這個通投票的效力 所以是會更更肯定 更真實 那當然目前看起來 所有這邊提到的 他的誤差值都沒有到 能夠威脅到任何一案的 就是最終結果來 但是誰知道下一次會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外出進行的壓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請問如何讓宋遠通的按讚 只有不到時刻 對於這樣子的指控有什麼想法 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感情 還是可以稍微嚐一下 謝謝宋遠通 OK 好了 OK了解就是 拍海大水稻的這位朋友 那我對這樣子的指控 並沒有任何想法 那事實上 大家可以了解到說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一位候選人 不過有人這樣子提 我就想到 確實之前好像 因為我在理書上 會就是不斷搜尋自己的姓名 所以確實有聽到 有人提到說 好像他的觸及率不高 是因為我調整了什麼演算法的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也很正式地去說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包含台灣市場和中心 跟臉書的這個觸及演算法中間的關聯什麼 那個都是一個國際叫做 IFCN Internet Fact Checking Network 他們自己跟臉書談的事情 我既沒有介入也沒有去調整 然後也完全沒有那個權限 可以去影響不管台灣市場和中心 還是臉書還是真的假的 還是什麼的這些社群 那所以他的觸及率減低跟我沒有關係 那然後以我的理解 就是目前台灣市場的機制 跟臉書的這個銜接還沒有真的上線 所以事實上在選舉時間也不可能 就是他的觸及率有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對這樣子的指控 我只能說對於我的名字變成一個動詞 我覺得是就是蠻有意思的 他是很提醒大家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那未來也歡迎繼續用我的名字來提醒這個 有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我並不是很介意變成動詞 那但是事實上就是作為一個 就是人稱代理詞的這個 就是人稱代理詞的這個 其實是沒有這樣子的選擇的 有三十位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你心得寫了一千兩百字 只有八十分 寫不到六百字的缺八十七分 等於空白等於 這個有沒有助教可以說明有沒有 就是說 我想心得可能不是只是算字數 可能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六百字還是要看品質 有二十九位朋友問說 我準備接衛生紙 所以待會在門口 也歡迎大家這個捐贈衛生紙 就這樣兩個小時真的是蠻長的 有二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東奧的證明公投 為什麼一直拿來 摔到台獨或者是統一 不能夠畫上等號 確實是沒有辦法畫上等號了 不過確實因為就是關於國家主權的等等這個東西 並沒有在摸頭發的項目裡面 所以很多朋友是把這個當作一個proxy 但是就是一個代償 但是確實你也可以不這樣子看 因為他畢竟講的就是在奧運跟其他相關的體育賽事裡面 就是一邊是台灣 然後一邊是Chinese Taipei 那如果真的是要獨立或統一的話 另外一邊應該不是放Chinese Taipei才對 所以他的這個效力大概並不是獨立或統一的效力 但是有人去說 那這個可以說你如果這邊投這個 你比較偏向這邊投Chinese Taipei 你比較偏向那個 那這樣子的詮釋 我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到底 但是他的效度我覺得是有限的 那至於這個有限的效度到底有多強 那這個可能真的要跑統計上會知道 但是我也會覺得說他可能不完全是零 那但是不是零 當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那這個是如果在場有學者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算一下 每個小位問說王世堅委員 什麼時候要跳海 這個不是他沒有要把代替他回答 我跟他事實上也沒有見過 沒有跟他也不熟 那有一位朋友提 程旭東雲說大家有人早退了 這個大家看門口 不過我想跟大家講說 現在是已經這個準時已經是五點了 所以我們現在下課 現在下課又不算早退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